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招住夏天的尾巴 2024晚野生活博覽會 8月底在台北松山文創園區盛大登場啦 活動集結水上運動 體驗課程 運動賽事 還有戶外潮流品牌 打造台北市最野的戶外博覽會 我這次就是想說要來看那個露營車 現在車子可能是沒有辦法在車上睡覺 因為後面的椅子 椅背沒有辦法全躺 但現在看到這一台是可以全躺 所以就是如果睡覺的時候比較方便 它的話它底盤比較高嘛 所以如果說我們去開到山上 或者是海邊的話 避震應該會比較好 比較不怕說 我可能在一些凹凸不遠的地方 會卡到刮到我的底盤 然後車頂輸架的話 就是可以多放一些東西在上面 玩野季除了各種體驗活動 也能搶先接觸露營 登山 潛水等海內外知名領導品牌 新資訊 像是Nissan與戶外露營領導品牌 Komen合作推出 Kick and X Trail Outdoor野方版 日常代步 上山 下海都能兼顧 絕對是Outdoor car不可錯過的經典車款 基本上就是一交車 我們就可以開出去做露營 然後包含一些車頂架 上面放一些平常我們的帳篷 碎電碎袋 或者是一些收屍帳 或者是船 衝浪板之類的東西 車內的空間又非常舒適 再加上 Nissan最出名的沙發椅 就是開長途 因為我們露營通常都會開大概2個小時 甚至3個小時到5個小時以上 長途的那個背部支撐 腰部支撐跟頸部支撐是非常重要 不然到營地通常都搖身背痛 這次X Trail的野棒版本 像我們這次車頭的部分 是我們的都採用黑化的這個設計 那像我們VMotion的這個部分 也是做一個黑化的這個飾條 那像我們的旅圈 那我們的前保桿下飾條 以及我們的側裙飾條 那以及我們的老流尾翼 我們都是採用這個黑化的這個套件 對 那像因為我們這次有搭配戶外風的這個主題 那像我們的車頂架 那以及我們後車廂的一些露營的設備 那我們都是有去跟這個廠商去做一個配合 那因為我們這次有做一些黑化的運動化升級 那其實我們就是配備升級 但是不加價 那像如果說您是可能小家庭的話 那我個人會比較推薦KIGS 如果說你們家可能是人數比較多 或者是可能有常常去露營 常常去跑山區的話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薦X Trail 不管是玩露營 玩運動 玩表演 都能在玩野季找到專屬樂子 期盼更多人挑戰舒適圈的框架 搭乘野放車款 探索大自然 迎向全新旅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谢谢大家